国内疫情的持续的升温 台湾虽然是已经向莫德纳购买的疫苗 但至今没有收到货 但是呢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刚刚又在脸书发文表示 他的独家好消息 他说莫德纳跟AZ疫苗 将在5月底6月中旬分批抵台 这个贴文一出之后 立刻引发了许多网友的留言 还有人留言说 姐你又泄露机密了 还有人说是扣讯来了 另外还有人说 是不是这个股票 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呢 今天的股价就会大喷发了呢 好看到呢 小学生造句也是创意无限了 但是呢如果不小心太诚实的话 曝光家里面的秘密 好像就有点尴尬了 有个网友呢 在脸书贴出了一张是 衣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的造句作业图 但是呢这个同学 不知道是不是太有创意 还是太过诚实了 他写下的句子是什么呢 他写说 爸爸一回家 叔叔就到柜子里 交差 好让人忍不住的补脑说 好多画面出来哦 连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样去下笔批改了 结果造句呢 疑似是意外透露的 妈妈的秘密 也让批改老师呢 充满了好奇 忍不住呢 还po网分享 而这个老师呢 最后是在底下开玩笑的 他写说 明天叫妈妈来学校吧 好 根据了CNN的媒体的报导呢 现在美国是已经有两名的国安官员在白宫遭到类似微波的不明武器的攻击 因为呢病情很严重 甚至必须要立刻的就医 好这是有媒体报导最新的一起案例 遭到攻击的国安官员呢 是在通过了白宫大门的时候遭到了攻击 而且出现了头痛跟失眠的症状 这两起的攻击案件呢 都跟2016年的古巴攻击案例 被害人出现了哈瓦那症状的情况类似 而美国政府的外交国防情报界人员 今年来已经通报了130多起的类似事件 美国去年12月证实了被害者呢 是遭到了某一国是以微波能量装置来进行攻击